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隋州房车节上左转右转 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宝贝 带有四驱三把锁 看起来外观比较小巧 但是实际动力上十分的强悍 就是我身旁的这辆中横越野房车 据伊维克欧胜底盘打造 搭载3.0T柴油发动机 匹配财福8AT变速箱 最大功率125千瓦 风支扭矩400牛米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车头 前辆看起来比较的帅气 并且前方还有一个防撞梁 那下侧则是一个电动的脱困脚盘 四个轮胎都是做了氮气减震处理 那可以想象一下 你开着这款车 无论是穿越无人驱 还是在一个非扑装路面上行驶 都是越野感满满的 那同时它也是一个短轴低顶的设计 并且这个高度也是比较合适的 可以看到上方是加了手动热箱棚之后 高度才2米6 长则是5米3 宽度是2米 这个尺寸还是比较友好的 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后方现在这个后门 是打开的一个状态 那这边还配备了有一个行李箱 可以存放我们的行李 那尾部这个小型露台 现在是已经翻折下来了 如果想关上门 那就一定要先把它翻折上去 尾部两侧的门 也都做了一个木制的储物格 随手放置一些物品 在这里还是比较方便的 现在我坐在驾驶室内部了 这个高度是比较友好的 即使是像我这种女生 上车也不是特别费劲 然后我还发现这个主驾驶 是做了一个空气悬浮座椅的 比较颠簸的路面 也可以让这个难受的颠簸感清零 在装控台 这里是一个三把差速锁的开关 现在我已经坐在生活区了 那为什么是坐着不是站着 实际上这个高度 目前是没有办法我直立站直的 然后这个会合区 是采用了一个四人的对卡位沙发 每个人都配备了有安全带 那这个茶桌是一个可升降式的处理 这个茶桌大理石的纹路 还是比较有质感的 那再看看我这个手边 手边是一个车内的控制面板区域 这个按键标注是比较一目了然的 像灯的开关 包括水电以及逆变器 都是在这里控制的 手的另外一侧 这里就是一个小型的置物平台 那这个平台是有一个可以开盖的冰柜 容金是50升 那这个地方位置上也可以放置你的一些物品 那杯子就不要放这了 因为这个桌子上有专门的杯架 我还在这个茶桌上发现了一个小机关 它是做了一个半开合适的设计 打开有一个储物空间在这里 只要不是高度特别高的物品 都可以在这里放置下 在夜晚需要休息睡觉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茶桌降下 变成一张工人休息的床铺了 那我的手边首先这里是一个行车的空调出风口 下方就是衣柜 那这个位置比较方便 那随手坐在这里就可以拿取衣物了 厨房区则是安装在了这个车尾的部分 配备了有带杆的洗菜池 以及房车专用的电磁炉 下方则是一整块的储物空间 这个位置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你不需要安装抽油烟机了 只需要打开车门 就可以直接在这做饭炒菜了 也不用担心油烟会跑到前边去 那厨房区的对面则是一个卫生间的区域 那配备了有这个防水的淋浴帘 也可以作为隐私帘来使用 这里旁边就是一个淋浴器了 那这个长度是比较不错的 也可以拉到车外来接水使用 车内是没有配备马桶的 您可以根据需求来放置一个便携式马桶在这里 总的来说这款车的越野性能是比较优秀的 并且这个设施也是非常的齐全 目前它的售价是在50万元起 您也可以再根据您的水电需求 来进一步的来添置更大的水和更大的电 那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再继续带大家在房车节上找更有意思的车 我再继续带大家在房车